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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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在周游世界之后 他重新把家定居在大理 因为叶永青非常看重乡村文化 带给他的艺术创作上的勇敢 因为这个原因 他也会把他的学生们带到大理 带到乡村 台湾著名画家韩湘宁 大理人都叫他韩校长 70多岁了 但精力广盛 韩校长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 十年前来到大理 对大理一见钟情 不仅把自己的工作室搬到了大理 而且成立了耳居美术馆 韩校长的女儿韩仪 有学习障碍 但韩校长从她身上发现了绘画的天分 现在耳居美术馆正在举办的 就是韩仪的画展 算是俗鱼 每天骑着哈雷从财村到古城 会和一帮朋友一起喝酒聊天 韩老师 来来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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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们 我今天是第五次到大理中 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家 齐志农 本身就出生在大理 但是之后的几十年生活在大城市 实际上对自己的故乡 了解的非常少 直到济南前 齐志农决定把家搬回大理 他才有了重新发现大理 重新认识自己故乡的一个愿望 他希望把苍山和尔海的动物植物系统的 进行一次考察和摄影 他也每年会给大理一中的学生们讲课 也是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重新认识自己的故乡 热爱自己的故乡 所以这个头发呢 我们韩老师的头发就很像 如果我们再长一点就更像 很多朋友们都喜欢解的这样的 亚当 美国人 法国人 在法国曾经是少儿自修教练 在大理 他发现有一个幼儿园和自己的教育 也非常接近 所以他成为了猫猫果幼儿园的体育和英语老师 猫猫果幼儿园 是一个创新性的自助教育社区 在这里 孩子们可以在自然健康的环境中 释放天性 快乐地成长 PASTA非常享受 与孩子们生活的每一天 内地步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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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好 鸟叭的老板荣杰在大力已经生活了12年 鸟叭曾经是人民路上非常著名的一个酒吧 也是年轻人们每天晚上聚集的一个根据地 荣杰把这些朋友们称为鸟儿们 可惜老的鸟叭已经被房东收回了 这些鸟儿们没了自己的鸟巢 似乎失去了一个根据地 所以荣杰和他的朋友们又开始在建新的鸟巢了 好 好 知道了 家豪 发行打电话来过两天开海洁了 你去通知一下大家 好嘞 没有事哦 家豪是香港人 13岁的时候再次来到大力 鸟叭成了它成长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据地 在这里 它认识了非常多人民路上的年轻人 和他们成了朋友 小弟 北京人 在大力遇到了他的爱情 广州姑娘的版画 两个人一起建立了自己的事业 共同打理曼陀罗客栈 小弟人缘很好 有很多朋友 包括杨丽萍也会来住他的酒店 杨丽萍 叶帅和朋友们 聊起了在大力建设剧场的一个计划 整个村子是现象为何说是 这个村子在这儿 达由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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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坏猴子酒吧的老板是两个英国人 Scott和Karl 他们九年前就来到大理 当他们发现沧山上的泉水非常好的时候 他们就自己动手 在沧山边建了一个小啤酒厂 制造出了自己的坏猴子啤酒 他们习惯于自己动手 所以他们的酒吧 也是他们一砖一瓦 自己建造起来的 他们既当老板又当服务员 所有的事都愿意亲力亲为 这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种最好的生活方式 这对奥地利夫妇 几年前就来到大理 当时他们是希望靠卖自己的首饰 攒路费继续环游世界 但不知为什么他们留在了大理 到今天他们还在卖他们的首饰 但是可能继续旅程的时间 已经是个未知数 全国人的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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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太阳在玛丽 我看了太阳在玛丽 我有四年多没有回家了 家对我来说一直就是一个很伤感和眷恋的地方 汪勇游流浪的诗人 在全国各地流浪十几年之后 几年前在大理他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从此停下了流浪的脚步 他每天靠卖自己收集的CD为生 但他非常享受这种爽 双朗玉姬岛村长巴群 土生土长的白族人 他一方面忠诚地遵从本地的文化传统 为乡中村中事务尽之尽折 另一方面又对外界的新潮文化非常开放和接纳 他娶了杨丽萍的妹妹小四作为妻子 两个人一起开了双朗第一家客栈粉丝酒店 在这里他们接触到了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人群 巴群也自学成才成了建筑设计师 在双朗把现代风格与白族建筑风格融合在一起 他也许是最特别的一个村长 吱长 今天是明天开夜节嘛 我来跟你说是让明天让他们到那边去放假 打个电话 然后回去也进去念经 明天去啊 上海自由艺术家沈建华 09年第一次来到大理 对大理一见钟情 他带着妻女来到双廊 建房定居 取名白居 沈老师是一个新双廊人 但是他非常注重 外来人和当地农民之间 的沟通与融合 当他发现白族村民 对色彩感觉独特时 开始教白族老太太们 画农民画 并且建立了白居农民画社 同时他和杨丽萍八旬 一起出版了中国第一本 乡村画报 双朗双朗 因此他在这里与白族村民 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人们尊称他为沈老师 为继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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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社会体质家庭的这么一个自由的状态 大理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温床 有一个适合艺术家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和气息 整个大理在未来以后的30年 它如果能保持到现在这样的一个乡村的感觉 是非常有价值 所以我常常讲大理是一个小纽约 并不是外形 而是这种气氛 国际性的这种包容性 咱们其实是最幸福的 外面你别看他们做那么大的事 其实他们最后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目标就是跟我们一样 就是在海边 好好的舒服服服的生活